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单层的框架结构 质量是M 在水平方向呢 水平方向有一个阻尼器 这是阻尼器 提供阻尼器数是C 提供水平方向有阻尼 地面发生的运动 地面呢 随着时间的标规律 我们由G来表示 地面运动 我们选一个参考轴 当然参考轴不动的啊 那么这个相对参考轴来说 地面的位移 我们用UG表示 那么这个梁 楼板啊 或者楼板 或者说梁 相对地面的运动 我们用Y来表示 那么质量的位移 绝对位移 是UG加Y 这个质量的绝对位移 是UG加Y Y呢 是这个相对位移 我们写出来 它的这个 惯性力啊 恢复力 加热度 我们都给它写出来 质量的位移 我们假如用大Y表示 这个质量的位移 YT加UG 对这个位移 求二阶导数 得到这个质量体的 水平方向的加热度 绝对加热度 是相对位移的 二阶导数 加上地面位移的 二阶导数 那么有了加热度了 那么质量体上 作用的惯性力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惯性力 我们用FI表示惯性力 惯性力 质的质量 乘上绝对加热度 把这加热度带进去 质的质量 乘上相对的加热度 再加上质的质量 乘上地面运动的加热度 是惯性力 那么这个 它有相对位移啊 这个质量体 相对地面有位移 这个柱呢 又提供有刚度 那么有一个弹性恢复力 我们用FS表示 弹性恢复力 这和相对位移有关 是 刚度系数 乘上相对位移外 还有阻尼力 FD 等于阻尼系数 乘上相对位移 相对速度 相对速度 就是说 如果 这个质量体 相对地面来说 如果是没有相对速度的话 就没有阻尼 因为我这个 这个地方连在这儿 这边连在地面上 这相对速度 才提供阻尼 运动方程 我们把这个质量体拿出来 作为隔离体 把贯性力加上去 恢复力加上去 阻尼力加上去 平衡的 是吧 形式上是平衡的 列一个平衡方程 可以得到运动方程 把前面这些力呢 带进去 得到运动方程 把上面的惯性力 恢复力 阻尼力 带进去 得到运动方程 那么这个运动方程 你一看 从形上来看 就和核载作用下 地面不动 上面有个核载 动核载作用下的方程 是一样的 如果是 如果地面不动 如果上面我们加了一个核载 是负的M 乘成UG 二阶导数 它的运动方程 是不是就是它 那么这个 在一个动核载作用下的 球解方法 球解过程 我们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那么它的球解 是不是和前面的球解 应该一样 方程一样 球解方法当然就一样了 方程是一样的 球解方法当然就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这个地面运动呢 是因为地震造成的 如果这个地面运动 是地震造成的 那么它的球解 它的球解 我们有呢 后面还有门客呢 是吧 就是那个建筑结构的 抗震设计 地震工程 所以这门客里面呢 再来详细的讲述呢 在地震引起来的地面运动 引起来的这个反应计算 由那个门客里面 再详细来介绍 我们这门客呢 就不讲了 大家记住了啊 在地震工程当中 当解这个方程的时候 所以这个方程的时候 方法和我们前面讲的方法 就是一模一样的 前面讲的方法都是实用的 我们不讲地震引起来的震动 我们讲的极气震动 引起来的地面运动 那么就是所谓的格震设计 那么机器开通起来以后呢 它会引起其他物体的震动 比如说我们这个教室 那么这边放了一个机器 电动机开通起来以后呢 引起楼板震动 那么这个讲台上放了一个测量仪器 那么由于这个震动的传播 那么震动呢 这个机器引起的震动呢 引起楼板震动 楼板震动呢 又引起来的我们这个 讲台上的这个仪器的震动 是吧 我们现在要减少这个震动 要减少这个震动 那么具体方法呢 有两种 一个呢是主动格震 一个是被动格震 所谓格震呢 就是格力震动 主动格震 一个叫被动格震 什么是主动格震呢 就是格力震动源 就是让那个震动呢 不往一传 或者传得少一点 我在那个机器的下边 搁个机器座 搁个垫 那么它震动起来 比如很厉害 下面加了一个垫 它传出来震动呢 就会少一点 那引起我这边的仪器的震动呢 就可能会小一点 这叫主动格震 就是格力震动源 就是不让震动往一传 叫主动格震 那么所谓的被动格震呢 就是呢 不让震动传入 你那个震嘛 你我老板震嘛 你愿意怎么震怎么震 我在这个仪器的下边 搁个垫 搁个防震垫 我让这个仪器震动得小一点 不让震动传入 叫被动格震 我们下面呢 先说这个被动格震 比如这个 就是一个 害怕震动的这么一个仪器 是吧 它呢 这是地面 由于其他的震动源 造成的地面的上下震动 地面上下动 地面上下动 是刚才说的这个 位移极震嘛 是吧 就是地面运动 造成的这个物体 它的震动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 要使得它的震动 要少一点 我下面这个模型 下面这个啊 这是一个刚度 相当于是一个 这个仪器啊 和地面之间 加了一个防震垫 隔震垫 隔震垫的刚度 起了个刚度作用 刚度序数是k 它还提供一个阻尼 阻尼序数呢 如果是c 我们现在 就要想办法 怎么让我们这个呢 震动的小一点 那么这个质量块的位移呢 我们用y表示 注意 这个y呢 是绝对位移 不是相对位移啊 这个y呢 是这个质量块的绝对位移 UG呢 是地面位移 地面位移 UG表示 上下运动 我们写出来 这质量体的运动方程 然后根据运动方程的解 根据它的振动规律 是吧 我们找出来 这个振动和 哪些量有关系 我们调整哪些量 能使得振动变得小一点 我们设 质量相对于地面的位移 YR 注意啊 这个地方 和上面那个 我写那个不太一样 因为 对这个问题来说呢 我这样设 这个表示呢 会更方便一点 刚才那个Y呢 表示的是相对位移 现在我们相对位移 用YR表示的 在前面那个呢 这个绝对位移 用大Y表示的 是吧 我改了一下 这个它的绝对位移是Y 它相对地面的位移是YR 地面位移是UG 然后跟上一页 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方法 一样的 我们给写出来 这个运动方程 相对位移等于Y 这绝对位移 减掉UG Y是绝对位移 减掉UG 是这两个 它相对地面的相对位移 YR 那么运动方程 我们刚才已经写出来了 刚才我们写出来了 就是这个 就把我们上一页里边 那个Y改成YR就行了 上一个页里边 那个Y是相对位移 我们这YR 上一个页里边 那个相对位移 用Y表示的 现在我们用YR表示了 所以这运动方程是这个 这是这个质量块的 相对位移的 这个YR一个运动方程 由于这个地面运动呢 我们刚才说了 是一个机器开动起来以后 造成的 那么那机器开动起来呢 有那个离心力 是吧 离心力 相当于是减协力 那么造成地面运动呢 也是一个减协振动的 也是按减协振动的 地面运动 也是减协振动的 减协振动 这个B呢 是个地面 竖向位移的最大值 腐直 B是最大值 是地面运动 上下运动的 那个最大值 C的呢 是地面运动的 那个频率 实际上是相当于 等于那个 引起这个地面运动 那个机器的频率 对不对 我们把它带进去 把它带进去 这是求二节导数 把它对时间求二节导数 带进去 走到下面这个方程 那么研究这个 也这个方程 我们把YR解出来 来讨论 我们提出的问题呢 并不是很方便 你想一想 如果YR要是零的话 并不能说明什么 对不对 你要YR是零 就是相对位移是零 那你上面的振动 和地面的振动怎么样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讨论 我们这个问题来说呢 我们用YR呢 来讨论呢 是不方便 我们要减少这个 质量块的位移 要减少这个Y 说把Y呢 作为基本位置量 来讨论 会更方便一点吧 所以我就换一下 把这个方程呢 改成Y来表示 把这个式子 带到这里边来 把YR消掉 对这个式子两端 对时间求二级导数 对时间求二级导数 因为这里边 有二级导数嘛 这个 这边还有YR的一级导数 把这个那两端 对时间求一级导数 就是相对的角度 相对的速度 相对的位移 把这三个式子 都带到这里边来 都带你去 整理一下 得到这个式子 你看是不是 带你去 假设这个式子 往这里边带吧 这个式子 带到这几项 是吧 应该M乘Y的两点 减去M乘UG两点 是吧 这边有一个 负的MUG两点 这几项呢 就和把它带到 这个里边的那一项 就消掉了 是吧 同样的 你把这几项呢 往这里边带 往这里边带 带呢 其中一项呢 应该是C乘Y一点 就这个 那么还有一项呢 是负的C乘Y的 一项导数 给它写到方程的 右端来 变成正的 同样的 你这一项 是把它带下来 带下来也是两项 是吧 其中一项是这个 另外一项呢 是这一项 负的这项 UG 负的UG乘K 拿到等号右端来 所以把这三个式子呢 都带到这个式子里边去 得到下面这个方程 那么研究这个方程 就会更方便一点 UG和UG一点 都是已知的 因为UG是已知的 对吧 UG不是未知的 这是已知的函数 所以这个等号右端 是已知的 Y是未知的 那么由这个方程的解 我们来看Y 随着时间期怎么样变化 从而找出来 减少Y的 这个方法 我们把这个 UG 带进去 K乘成UG 也就是K乘成B 乘成Sens T 把这对持人球 一也导出 带到这里面来 得到CB 谁的 cos 谁的 这两项 是不是可以合并写成一项 可以写了一项啊 可以写了一项 实际上我们前面都用过的 是吧 利用两角核公式 我们令它 令了KB 等于 假如等于某一个量 某一个常数 乘上一个cosα吧 然后CBC的 等于那个量 乘上一个sinα 然后利用两角核公式 就可以写上一项 这样写对吗 其中P0 是它的平方 加它的平方在开放 叫P0 是KB的平方 加上CBC的平方 在开放 然后这边 sens T 这样对不对 因为后边还有一个相位 还有一个相位 是吧 那么有一个相位 和每一个相位 我们来求解的时候 这个Y 要求这个Y的 最大值来说 有没有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 是吧 就原来我们的核载是 P0乘sens T 你说后边都加个相位 是不是也一回事 没什么关系 所以后边 那相位就没有写 现在研究这个 这是方程就有了 一看这个方程和我们 那个简易核载作文下 引起来的 舒服震动方程 一样 对吧 一个简易核载作文下 引起来的方程是一样的 虽然是地面引起来的 但这方程呢 就好像是地面不动 上面作用一个简易核载一样 而这个方程的解 稳态解 我们在前面已经写出来了 它的稳态解怎么写呢 Y应该等于什么 像那样是简易核载 对吧 简易核载作文下 这个方程 这个解 是什么样的形式 就是 你这个 上面作用一个例 这个例呢 P0 sin C的T 这是Y YT怎么求来的 核载辅直 作为静核载 引起的静位移 再乘一个动力系数μ 这是基祖尼的 文胎位移 应该是A乘3C的T 减一个α 那么其中的A是正辅 正辅A呢 应该是P0除以K 就是那个YT 这边是那个 动力系数μ 这边少了一个平方 这边少了一个平方 那么P0呢 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把这P0呢 带进来 得到下面 这样一个表达式 把P0带到这里边来 得到这个表达式 我们把K分之一呢 乘到这个 乘进去 乘到这个根号里边去 把B呢提出来 这有B平方 这有B平方 把B平方提出来 变成B 把K分之一乘进去 走到下面这个时候 下面没关系啊 下面这是组级系数C了 我们改成了组级比了 这是这个质量块的正乎 A是这个质量块的正乎 Y的这个价值 正乎 B呢 B是那个地面运动的那个腐质 是吧 地面运动 是B乘上散烈鞋的体 就是UG 对B乘上一个 散烈鞋的体 B呢 是地面运动的最大值 除一下 把B除过来 A除以B A呢 是个质量块的正乎 B呢 是地面运动的腐质 它俩的比值 我们管它叫传导比 位移传导比 你想想 如果这个传导比要小的话 只要小的话 这个政府是不是就变小了 就起到一个格力振动的作用 对不对 那么这个传导比和什么有关系呢 你看 和族女比有关 与评比有关 就是你调整平比和调整阻尼比 可以改变这个传导比 如果使得传导比要变小 很小 那么你这个质量块的 刹下的震动的幅度 就小了 是吧 那么你看 我们应该怎么做了 你背它是大一点好呢 还是小一点好呢 阻尼比是大一点好呢 还是小一点好呢 那么从这个式子呢 并不是很直观 对吧 画个图 动力学里边经常画图 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吧 探紧α这个角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 这个A 政府 我们把这个图像画出来 这个数座标 是这个位移传导比 位移传导比 A比B是数座标 那么给出不同的组音笔 这个传导比呢 就是这个β 平比的函数 这水平座标是平比 我画的这个当然是个示意图 画的不是很精确 因为这个地方画的不是太好 那么从这个图里边 你可以看出 它这个值 是不是应该是小一点 应该是小于一最好 要是等一的话 那这个值是怎么样 等一的话 它的震动和地面震动是一样的 是不是 这都是一样的 它应该是小于一的 那么从这个图来看 只有在这个地 从这个点 平比在大于这个 根号二的时候 这个平比 这个传导比才是小于一的 是吧 就是A比B 如果要是这样 想起到隔阵作用的话 那么你这个 这个位移的传导比 应该小于一 要是这个平比要小于一 从我画这个图来看 这个平比就应该是 大于根号二 平比应该大于根号二 而平比呢 是核载频率和结构自证频率的比值的吧 核载频率就像地面运动的频率 因为你是改不了的 你只能改这个垫 这个架 就改变它的刚度 改变它的刚度 改变它的质量 改变质量 从而呢 改变了这个体系的自证频率 改变了它的自证频率 就改变了频比 那么如果使得平比大于了根号二 震动就减下来了 政府就会小了 比地面的震动就要小 那么下面再提个问题 和组音笔有关的 这不同的组音笔 我画出不同的曲线 针对不同的组音笔 我画出来不同的曲线 那你说 当这个评比大于根号二了 就是这个 这个位移传导比的话是小于一了 这时你是应该是增加阻尼呢 还是应该减少阻尼呢 应该是减少阻尼 从这个线上来看 阻尼越小 这个数标越小 阻尼越小 数标越小 那么就和我们一般的那个 就是想法的和想反 一般总是会想 你阻尼大的话呢 震动会小 对吧 但对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呢 并不是 当你这个评比 这个大于根号二的时候呢 你应该是减少阻尼 你说哪个不加 不加阻尼器 这个阻尼器是 这是一个计算一个模型 因为你这个垫的话呢 一定会提供阻尼 对不对 就看你用什么材料 对吧 你的材料有的提供的阻尼大 有的材料提供的阻尼小 那么就是你这个垫的话呢 它有刚度 是吧 软硬有一定的刚度 或者你这个机器呢 和下面之间是有一个架 或者是一个架子 或者是有一个垫 它会提供一定的刚度 同时呢也会提供一定的阻尼 那么你要阻尼变得小一点的话 你当然是可以 就是改变里边的材料了 架子材料 平的阻尼少一点 但是这个起的作用 并不是很大 是不是 这个作用不是很大 而这个平米的作用是很大的 这是那个被动革阵 这是结论了啊 就是一个呢 平米应该大于根号二 再一个呢 当平米大于根号二的时候呢 要阻尼呢 要小一点 阻尼比要小一点 阻尼比要小一点 阻尼比越小就好 再看这个主动革阵 主动革阵呢 就是不让振动传出 刚才是不让振动传入 对不对 不让振动传入 不让这振动 引起了我的这个物体 振动的太厉害了 那么主动革阵呢 就是说我不是革我这个仪器啊 我是呢 要把那振动员也隔离 隔离那个振动员 这个一个质量块 当然了 这个就是一个引起振动的机器了 那么它呢 会产生一个减歇力 运动会产生一个减歇力 这减歇力的话 这也通过这个 这个机器的这个架子啊 构架 或者是这个垫 传到地面上来 传到地面上来 地面然后收到这样两个力 一个是呢 弹性力 一个呢 是阻尼力 这两个力 作用在地面上 它本身要收到这个弹性力作用 和阻尼力作用 反过来地面也收到这个作用 是吧 地都是程度出现的嘛 地面也收到这个力的作用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要想办法让这上面的力呢 往下传的时候呢 传得少一点 往下传的地面的力小一点 地面震动就会小一点 要主动革阵 那么这个核载 是简易核载 这个机器啊 转动造成的简易核载 那么这个质量化的 稳态位移 就在 因为是简易核载嘛 是吧 单子语度体系 按单子语度体系来算了 数量震动 那么这是 稳态震动的时候的 位移的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了 速度 位移速度 写出位移写出速度 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Fs和Fd 一个是弹性恢复力 一个是阻尼力 这两个力呢 是作用在这个质量框上的 同样反作用力 是作用在地面上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弹性恢复力 应该是 刚度系数 乘上A 乘上sin cd-α 这个弹性恢复力 刚度乘上位移 弹性恢复力 这个力 弹簧里边的力 还有一个阻尼力 阻尼力呢 应该是呢 阻尼气数 负的阻尼气数 乘速度 负的 阻尼气数 乘上速度 速度呢 Ac的cos 带进来 符号呢 表示 这个阻尼力呢 是和速度相反的 阻尼力和速度相反 这是我们前面的假设 这两个力有了 我们把这两个力合并 这两个力呢 反方向作用在地面上 把这两个力合并 合并呢 我们可以写出来 它俩相加啊 它俩相加 它俩相加呢 可以写出来 这两个力的那个 相加以后的那个 和力的辅值 可以吧 它俩相加 和力辅值 是怎么算 是不是应该 它的平方 加它的平方 再开放 是不是 它俩相加 这两个力 不是这两个力吗 它俩相加 相加不是 作用在地面上 一个力吗 一个和力 对和力的话呢 应该是 它的平方 加它的平方 再开放 是吧 辅值 我们辅值 我们就用F 马克斯表示 辅值 是呢 地面上受到的那个 这个力和这个力的合力 的辅值 就是它的平方 加它的平方 再开放 然后把这K和A 提出来 得到这样一个 个大事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 其中的A 就是A是正辅了 A是正辅 那么A正辅呢 有这个质量块的 振幅啊 这个质量块的振幅 那么A应该等于 核载辅质 作为静核载 引起来的静位移 乘以一个动力技术 是吧 我们把它 带到这里边来 把它带进来 把这个带到这 把这个A带进来 那么这个最大的 地面受到的 这个两个力的 和力的最大值 应该等于 这样一个表达是 把它 μ这也没写啊 μ呢就是动力技术 把它带到这里 把它带到这里边来 这是A写出来了 这是A YST这一项 动力技术这一项 然后把它呢 带到这个里边来 得到这个 两边都除以这个P0除过来 这个呢 是地面受到的 力的和力的最大值 P0呢是你这个 东和载的最大值 是吧 那么这是这两个力的比 你要想让这个 传到地面的力小一点 是不是要让这个 直要变小一点 我们把这个呢 叫力的传道比 我们也写啊 叫力的传道比 你上面这个力的 和弗值是P0 你传到地面上来 那个力 最大值是Fmax 那么推特这个结果一看呢 这个表达是一看呢 也是和阻尼比 平比 无关 而且和刚才那个 位移传到比怎么样 一样的 所以结论的时候 就是一样的 你怎么让这个力 往下往地面传 传得少一点 你应该是 平比大于更好 是吧 而且阻尼比 应该越小越好 那么这时呢 你传出来的力小了 你地面震动就小了 是吧 传出去的震动就小了 那么这就叫 主动革阵 当然这是方法之一了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方法 去年吧 好像看电视 看了一个报道 说有一个地方 这个居民楼震动 它那个标题呢 就叫什么呢 说我家的房子会跳舞 一个几层的吧 一个民用建筑 可能六七层楼高的一个民用建筑 这个楼房呢 震动 震动的话呢 都不能生活在 屋里边什么东西都在震 搁在桌子上一个东西的话呢 一会儿就掉地下 就掉到地面上来 震动得很厉害 奇怪的是什么呢 这个别的建筑物都不动 就它这一个楼动 别的跟前附近的楼都不动 就它这个楼在震动 后来就找啊 为什么会震动呢 那当然是震动是别的地方传过来的了 别的地方 肯定有个工厂 工厂里边有机器 机器开动起来以后呢 造成地面的震动 地面震动呢 又传过来了 但是你这个全然都是建筑 但是每个建筑呢 由于这个钢温质量不一样呢 它的资认频率不一样 有可能你这个震动的 这个楼房的那个频率 和你床过来 那个地面震动的频率 比较相近或者一样了 它就共振 它震动得比较厉害 那么找出原因以后 当然你们要找 到底是哪个机器 引起来它的震动 跟前附近去找 要测出来你这个楼房 那个震动的频率 然后根据这个频率 来找那个机器的频率 这哪个机器的频率 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就发现了 有一个工厂里边 有一个是什么机器 冲床好像是 框框冲床 它那个频率呢 正好就和这个 就和它测出来 那个震动的频率是一样的 那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震动 要减少震动吧 它怎么减少震动呢 当然你不是用这种方法了 不是用这种方法 就是它挖一个叫隔阵沟 因为你这个震动 它是通过地面传过来的嘛 然后我在你这个楼房 和我这个机器的厂区 我挖一道沟 你这个震动就传不过来了 那如果沟说 人容易掉下去怎么办呢 你可以沟里边再添一些 泡沫等等那些 比较小的材料 给它盖住 这个震动就隔离了 楼房它就不震了 这个结论啊 就是主动隔阵和被震隔阵 那么采取措施是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改变评比 改变阻逆比 那么都应该是采取同样的措施 前面讲的都是解析的方法 我们求这个 求位移 通过微温方程处方来求这个位移 都是得到一个解析的解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呢 我们得不到 比如这个核载 冬核载随着时间的变化规律 比较复杂 也不太容易呢 找出来它的那个解析的解 那么这时呢 我们可以采取数值方法来算这个 算反应 用数值方法来算 在工程中 有些情况下 那个冬核载呢 这规律呢 也不是用一个解析的一个方程来表达的 有的时候呢 是我们通过测量 得到的一个时间序列 比如像地震 地震引起来的地面运动 我们写出来肯定不是一个解析函数 这个地面运动呢 它给出来的是一个地震记录 这个地震记录呢 就是隔一段时间 假如隔0.02秒 我就记录一下这个地面的加弱度 你隔一个0.02秒 我记录一下这个地震的加弱度 那个地面运动的加弱度 就得到一条地震记录 它这个就像那种核载了 它也就是用数值给的 并不是一个函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还得使用 这个数值方法来求解 不可能用体系方法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单独有体系的 运动方程的求解方法 除了上面前面说的三种 还有一种就是数值方法 而工程中大多数情况下呢 都是采用这个数值方法来进行求解的 特别是地震分析 我这里给出来当然是一个解析的函数了 核载 那么现在呢 在不同的时间点 我这核载的这个值呢 是值到的 就是在T0这个时刻 核载的值是P0 在T1这个时刻 核载的值是P1 各个离散的时间点上 核载的大小是值到的 是值的 我们要求 反应就是求位移速度加速度 对吧 要求值点的位移速度加速度 我们要求值点的位移 我们要求T0这个时刻的位移速度大 T1这个时刻的位移速度大 T2这个时刻的位移速度大 如果把这些离散的时间点出的位移 如果要求出来的话 我们用一个光滑的曲线给连接 就得到了一个位移时程曲线 就得到一个位移时程曲线 就相当于把位移算出来了 那么从这个位移曲线上 我们也可以找出来 哪块的位移最大 那么这种方法 就是数值揭法 那么在这些时间点上 运动方程当然还是成立的 运动方程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都应该成立的 对不对 在所有的时间点都成立的 那么在这个I时刻 这个运动方程也成立 就是I时刻运动方程也成立 那么这个方程里边 PI这个值呢是已知的 它不是函数 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常数 在T时刻的可载值是知道的 那么这个I时刻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是要求的 这是一个代数方程 这是个代数方程 这是I时刻的位移 这是I时刻的速度 这是I时刻的加速度 虽然常常点了点呢 但是这不是微分方程 这是一个代数方程 是不是 是微分方程吗 这什么方程 代数方程微分方程 是代数方程 就是几个四个量 位置量 I时刻的位移 I时刻的速度 I时刻的加速度 一个时间点上的位移速度加速度 是不是就是个常数 这是一个代数方程 你换一个时间点 也当然成立 你换一个时间点 就叫I加1时刻 是不是 这个方程也成立 对不对 也成立 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方程 然后做某些假设 由一开始 从一开始这个地方 在T等0这个时刻 T等T0这个时刻 一开始 正中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体系的状态 一般我们是知道的 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静止的 要静止的话 位移速度加速度 它是零吧 是吧 或者是有数位移速度 它也是一致的 就T等于0这个时刻 我们是知道的 然后呢 在这样的表达式 根据这样的表达式 然后我们再根据呢 一定的假设 我们呢 就由前一个时刻的 位移速度加速度 来算后一个时刻的 位移速度加速度 主点来算 也叫逐步积分法 也叫逐步积分法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 递腿公式 建立一个递腿公式 在一些假设的条件下 建立一个递腿公式 由前一个时刻的 算后一个时刻的 主点的算出来 各个时间点的 位移速度加速度 那么具体的方法 分成三大类 数式解法分为三大类 一个呢 就是激震力查识法 力的查识法 激震力查识法 一类 还有一类呢 是插分法 插分法是一类 还有一类是运动查识法 三大类 由于我们课程的性质 我们只讲一个积淨立查识法 讲其中的一种 那么这两种呢 将会在研究成续段来讲解 立查识法 我们就讲这一类啊 立查识法 立查识法又分为 分段常数查识法 和分段限定查识法 我们讲其中一个 分段常数查识法 我们把这个 这个数值经 数值方法的这个思路 我们再说一下 我们不要先说一下 木桥刚才说过了 他说一下 我们不要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是 从T灯零这个时刻开始 T灯零这个时刻呢 位移速度加热度是已知的 然后呢 我们推一个地推公式 由前一个时刻的 算后一个时刻的 一个地推公式 因为这个地推公式的建立的不同 就分成了不同的方法 地推公式的建立的不同 会得到不同的方法 现在呢 我们就讲的 那个是分段常数查识法 我们要推导一个地推公式 现在 TI时刻的核载值是知道的 大小是PI TI时刻的核载 那么间隔 得了T时刻 下一个时刻是TI加1时刻 在这个时刻呢 核载的值是PI加1 也是以质量 也是以质量 如果在得了T比较小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 在得了T内 核载大小是不变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把 这个TI时刻的核载值 和TI加1时刻的核载值 平均以下 作为在得了T内的核载值 在得了T内 核载是按照这个 这么大来变化 是不变的 分段常数 查识常数是和这个含义 在得了T内 这个核载呢 是一个常数 那么基于这个假设 我们来推导 地推公式 我们在这个得了T内 找一点 这个点的时刻呢 是T时刻 在T时刻 这是时间轴 这个呢 是TI时刻 这个呢 是TI加1时刻 我中间找一个时刻 某一随便找一点 在得了T内 这个中间是得了T 那么这个时间呢 是T时刻 T呢 是变的 T在这个得的T内 是变的 是变量 T是变量 在中间是变的 这两个点 是不变的 这两个确定的时间点 这个T呢 在这个得的T内 是个变量 我写出来 在T时刻 那个指点的位移 写出T时刻 那个位移 TI时刻的 位移速度 我都是认为 是已知的 我们由TI时刻 的位移速度 我们来求 下一个时刻的 由这个时刻的 来算下一个时刻的 怎么算呢 我先算出来 中间某个点的 位移速度 那么T时刻的位移 是不是可以看成是 TI时刻 这个指点点的 它指点已经有速度了 也有位移 对吧 在TI这个时刻 指点是不是有位移 有速度 上面还有一个核载 那核载呢 就是这个PI 这个 那么这个三个 这个位移速度 和这个核载 引起来的位移 是不是可以单独算 然后相加 前面两项 实际上就是 TI时刻的 位移速度 引起来的自由振动 这是不是 自由振动的 位移表达式 后面这一项呢 是这个不变的 重影下 引起来的位移 这个大家 肯定也有印象 就前面我们说的 那个 兔加核载呗 是不是 兔加核载的结果吧 是吧 D加 然后球导数 对 凸球鞋导数 凸是变量 对凸球鞋导数 得到 DT内 凸时刻的 速度 对凸球鞋导数 得到速度 然后我们令 凸等于 D的T 要凸要等于 D的T了 是哪个时间点呢 就是下一个时间点 这块是涛 涛从这开始的 从这开始的 这是涛 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涛 涛如果等于 D的T 那么就是下一个时间点 令涛等于D的T 就等到下一个时间点 YI加E 令这里边的涛等于D的T 这个就是YI加E 涛改成 D的T 涛都改成D的T 这是位移表达式 然后把涛等于D的T 带到这个里边去 得到速度表达式 你看这个两个式的 等号右端 是不是都是乙质量 是不是都是乙质量 D的T呢 是你自己选的 对吧 自己选的 D的T是乙质量 TI时刻的位移速度 是不是也是乙质的 核载当然也是乙质量 所以通过这两个式的呢 可以通过I时刻的 位移速度和这个核载 算出来下一个时刻的 位移和加速度 那么主点算 就可以把各个点的 位移速度都算出来 加速度怎么算 这算的是位移速度 加速度怎么算 这求不了导数啊 这都是代数方程 怎么能求导数呢 这代数方程啊 求不了导数 加速度怎么算 有运动方程来算吗 运动方程里边 不就是质量成加速度 加上C乘速度 加上K乘位移 等于核载吧 是吧 你位移也有了 速度的值也有了 就能算出来加速那个值 是吧 加速就可以算出来 这样的主点 就可以把所有时间点呢 位移速度加速度 都算出来 然后在坐标系列 瞄点 就可以画出来 位移速度加速度的 实乘曲线 从这些曲线里 可以看出来 这个振动的规律性 就可以找出来 这些量的最大值 那这种方法呢 就叫分段常数查值法 后面我们将会留个作业啊 就是用这种方法呢 大家来算一个结构 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儿 我然后就要连一个 想到这儿 进行 以后 这是还用的 我们要用那种方法 所以我们的猜疑 已经面试分了 我们的猜疑